今天本来的爱一天的一天 我说没感想 今天的阿姨工作人员 蛮辛苦的 谢谢叔叔阿姨 守护我的健康 一个个的小童军 手里拿着标语 对着镜头说出心里的感谢 向所有默默付出的一线人员们 加油打气 也想大声告诉防疫天使们 有一种幸福是 你一直都在 曾经当过化学兵的同军团长表示 看到新闻报道与军文社拍摄的纪录片里面 化学兵的身影内心非常感动 便套招团队拍摄感谢影片 让小同军们大声说出心里的话 献给所有的防疫天使 就是手持标语说出感谢跟加油的话 然后期盼这些防疫人员除了照顾我们国人的健康之外 也要照顾好自己 所以我们把这部影片分享给相关需要的单位 还有真正在母后背后做防疫的这些天使们 另外影片中也使用了真真姐姐工作坊 所创作的儿童流行防疫歌曲 我想要感谢你 工作坊的姐姐表示 因为有小朋友说想念护理师妈妈 而有了动机创作这首歌 影片中也邀请了许多小朋友一起来上跳 温馨的旋律 搭配小朋友们的暖心告白 让影片格外感人 我们的姐姐想要写下这首歌曲 然后呢送给我们的医护人员 以及防疫的第一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 尽自己小小的力量 给予在防疫路上的大朋友 还有小朋友们最温暖的支持 还有鼓励 参技情节之下 防疫人员们辛苦地付出守护台湾 许多团体录制影片 向所有的防疫英雄致敬 帮他们加油打气 也为防疫之下严峻不安的氛围 带来一股暖流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